站在台上说出自己的经历 健康模样很难想象几年前 他曾未病所苦 身为医师的周绍斌 2018年确诊弥漫性大B细胞 淋巴瘤合并血癌 历经数次标靶治疗 还是无法有效控制 最后在Karty细胞免疫治疗下 大幅歼免疫细胞 而现在这种治疗方式 也纳入健保给付 11月1号正式上路 今天我们所给付的这个Karty 比这个我们过去在特管办法上 所开放的这些自体免疫细胞 不仅是在它的技术的成分上 是比较高 比较复杂的 同时呢 它在临床的照顾上 还有整个台湾在这个细胞 自备的过程上所需要的条件 也更为严格 我国临床上Karty可用于治疗 即性淋巴白血病与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流 与传统药物不同Karty是活细胞制剂 输入经过基因重新编成的T细胞 在人体内生长繁殖 且能够持续产生作用 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治疗 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说 白血病血癌的Karty治疗 大概最好的根治率平均大概50%左右 长期根治存活率 那淋巴癌的话大概是40%左右 所以在恰当时机来收集T细胞来自备好Karty 也是非常重要 如今Karty纳入健保疾附 可以提供服务的医疗院所 也遍及全台各区 包含台大医院 领口长根 中国副医等 不过Karty治疗也可能会出现 细胞激素风暴 神经毒性症候群等副作用 因此患者在治疗期间 要主动跟医师讨论 八大新闻审视王明贤台北报导